他说你看一下这题 箱子里面有30颗红球 20颗篮球 小明从箱子当中随机抽取一颗球 抽取出来之后记录他的颜色 之后再拌回去 拌回去 如此重复5次 那依据记录问你 下列都是小明可能呈现记录 问你哪一个选项发生几率最大 老师想请我一下 你抓到之后再把它拌回去 所以说不管怎么抓 每次抓时全部几颗球 50颗球 抓到红球的距离是几 50分之30 也就是几5分之3 抓到篮球的距离是几 50分之20 也就是几5分之2 所以说结了 好不好这题不用算了 这4ABC出1 哪一个抓到 哪一种状况 好不好 几率最大 一定是谁 A嘛 红红红红红 每次都5分之3 5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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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这蓝蓝蓝蓝蓝 每次都5分之2 5分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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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一看就知道谁最大 A最大 这样行不行 当然你要算也可以好不好 你就把5分之3 乘5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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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乘起来是5分之3的两次 5分之2的几次 5次吗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 现在5分之3 5分之3 5分之2 5分之3 5分之2 所以说乘起来是5分之3 5分之3 乘上5分之2的两次 5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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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5分之3 3次 乘上5分之2几次 两次是这样的 所以是这样 5分之2 5分之3 5分之3 5分之2 5分之3 所以说5分之3几次 3次 乘上5分之2几次 两次 所以说告诉我谁最大 A最大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吗 OK